我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 问问咱们在座的专家 说我这个活源能不能再继续往下走 因为他说过 就是如果我要是不跟他过的话 他就是不让我好受了 无意当中我就把他手机给打开了 我发现他那个他手机里 有一段跟别人的那一段暧昧的视频 我们俩都认识了一个人 是我的同学 对 我觉得好像他现在是不是有点变态 通过刚才跟郭女士简短的对话 我发现一个非常异常的情况 就是郭女士一直攥着这个手机 而且她的手一直在抖 我能看出来她很紧张 她说在前不久 她发现账户的手机里有这样一段视频 她无法接受视频当中的内容 而让她更无法接受的是视频当中的另一位 是她最好的闺蜜 看到这段视频之后 她简直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 她感觉整个世界都颠覆了一样 所以她无奈之下 她来了老师在栏目组求助 她希望专家老师能告诉她 这段婚姻她到底是走还是该留 在丈夫的手机里面到底发现了什么 让你觉得现在我的婚姻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有一段和我们俩们都认识了一个女人 他们俩一块的暧昧视频 暧昧视频 郭女士说她在手机中发现了丈夫和其他女人的暧昧视频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自己最好的闺蜜 这让在场的人非常震惊 而且前期采访时 郭女士也和编导讲述过 她自从发现视频以后 头脑中再回想以前的种种事情 便开始怀疑丈夫跟闺蜜的事情 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算起来最起码应该有三年的时间 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想 如果丈夫和闺蜜真的在一起这么久 郭女士又为何至今才会发现呢 难道丈夫之前就没有露出一丝马脚 而这一次的偶然发现 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下呢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发现了这段视频呢 就是那天我出去玩牌去了嘛 然后十一点都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手机没了 我拿起她的手机 我说打的 我看我手机在你们在身边 然后我就没找着我手机 我就看见她手机里有一条微信 她给别人发的 说了一句 你阿们在哪呢 然后我觉得挺好奇的 然后我就 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我就把手机给她放那儿 我就回去了 回去睡觉去了 然后躺着我就睡不着 我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对别人这个称呼呢 我就我就回去了 我就又又把她手机又拿起来了 这件事其实我挺不能接受的吧 她不在家是吗 她在家她已经睡着了 睡着了 然后我在翻她的手机的时候 我看见了这段视频 放前翻的时候对吗 对 也是在给同一个人发的这个微信框里对吗 对 她我觉得她可能跟我妈那朋友也不是说时间短 她可能也之前就有过 但是我妈可能也没发现 听了郭女士的讲述 我们可以感觉到 她的丈夫孙先生和这位女士聊天 有可能是经常性的 而且聊天的内容也证明了 他们两人关系的密切 看来郭女士猜疑丈夫与闺蜜的关系 差不多已经有三年时间的想法 并不是她的凭空猜想 那么郭女士发现视频的当天晚上 她的丈夫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那你发现了之后先生睡着了你 我当时去问他吗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不敢问他 你不敢问他 对 就是一般来说 如果作为妻子发现了这样子的暧昧视频的话 第一反应肯定是非常激动 可能会直接跟他吵架 不管他睡没睡觉 或是第二天早上 再去跟他可能是去质问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你不敢问他呢 他就是老个人用威胁的语言 跟我说 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 他就弄死我 你觉得出去情绪啊 你招过人 算是吧 没想到的是 郭女士看到这样的视频后 竟然不敢去质问丈夫 而是偷偷地把视频录到自己的手机里 然后藏到女儿的房间 结果女儿在不经意间打开了手机 并且看到了这一幕 可是母亲依旧沉默不言 女儿向母亲询问了事情的经过 而了解实情后 她希望母亲不要再继续忍耐 应该找父亲问清楚实情 看这个视频 他一开始反正就是不承认呗 反正就是没有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也听他说的对不对 他的视频他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 然后我也没敢给他看 没敢给他看 后来我女儿也告诉我 说他不放心嘛 说妈您别那个 您要让我爸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您您得一定要趁着我在家 您要是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不放心 然后我就 女儿也担心爸爸的脾气 对 他也知道他那脾气不好 我就害怕 就说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见到我妈怎么着了 后来我给他 我告诉他 我这个视频我看见了 然后我给他看了 而且还是当着他妈的面 拿出来的 因为他不承认嘛 我给我婆婆看了一眼 我婆婆就 反正就哭了嘛 然后我说这么好的媳妇 你说你怎么能对不起他呢 后来他就 他就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当他妈妈 我能死不成人不行啊 最终无法忍受的郭女士 在婆婆的面前揭穿了丈夫的行为 而丈夫在这种情况下 也承认了自身的错误 可是据了解 栏目组的编导 在前妻与孙先生沟通的时候 发觉这位先生对于视频的事情 并不是真心的悔过 而且还会找一大堆的理由去解释 所以主持人决定现场再次询问丈夫的态度 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那当这个第一段视频 刚才其实妻子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我就在想 是跟你们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对吗 是妻子的好朋友 对 就这个我会觉得 就是我们经常拿来说的什么 我好朋友 我的女朋友 我的女闺蜜 这个对于女性来说 是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对 真是我错了 您觉得您做错了 这个先生这样道歉 也是可以接受的是吗 他我认为他说错 他不是从他心里说 心里认识到这个问题 他错了 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他说他这个事啊 不是事 不是事 他这事不是事 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错误 如果我要不看他 如果我就要不看他手机的话 他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我要不看到那视频的话 他什么事都没有 不是错 还是因为你看了他的手机 就是他这种 因为我跟他老 就是因为这事吵嘛 他这样说 我觉得我冤得很 我说为什么 这事你总是赖我呢 对呀 您怎么还能问妻子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要不看我的手机 不就没事吗 先生 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不是跟他解释吗 这是忘忘好了走吗 其实你明明在埋怨他呀 就好像是错在他 他要不看手机 岂不就天下太平 对 这也是 因为这事啊 已经就过去了 往来已经挺和气了 和气以后还这么说 我要问问大家了啊 这个先问问各位啊 刚才在说到一些点的时候 大家特别无奈的表情 就首先就是先生 对于可能他在做的一些事情 他会转移到 是因为妻子看了手机 才导致的 但实际上我们会觉得 先生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经常说婚姻啊 每个人都有底线 你们怎么看待先生 这个婚姻里面 出现的这种背叛行为 而且的确是妻子 是先看到了 这个事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我看到我的先生 有这样的一段视频 我觉得我一定疯了 何况对象是闺蜜 好朋友 我会觉得这个世界都颠覆了 对 因为对于女人来说 可能这个丈夫 和自己的好朋友 同时背叛 可能是 对 可能是我们生活中 很重要的人 然后同时背叛 你那滋味我的天 我不敢想象 嗯 对于视频这件事来说 每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而郭女士当时 也是出于丈夫认错的态度 而最终选择原谅了她 但是前期我们了解到 郭女士与丈夫 为了度过当时卖房的经济危机 办了一次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婚 而且在办完手续之后 郭女士也有过 不想再复婚的想法 之前我就发现 她这个视频 后来 那后来真离了之后呢 后来她一直给我说好听的嘛 一直给我说好听的 后来 我女儿也说我 妈您要 您要是说那个 您要跟她离呢 您就跟她离 您要不愿意跟她离啊 说你怎么都行 反正你离也行 不离也行 您不管您做出什么 决定 我都支持您 嗯 然后她也在这当中 她也是哭得挺伤心的 跟我认错 后来我想着 我既然离过一回了 我就不想再离第二回 嗯 然后我就 我说算了吧 还是别理了 我觉得就跟国家家似 但是你能拍出视频来 这就是道德问题 你要说你18 哈 我们说刚刚走入社会 您快60了 还能拍视频 这不是一般的心大 而且你竟然还能够 还能够跟她再一次的 原谅她 我这个我不可理喻了 那她想干嘛 你问过她吗 她拍完视频 我问过她 我说为什么要拍啊 我说你 她说 她就是 嗯 压力大嘛 不是压力大是 这个视频可以减少压力 没事看看 是这意思吗 但是我就说 心里变态 我说你就是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您这不是底线了 您这个说句心里话了 您这个 我怎么说啊 跟大海一样的胸怀了 郭女士因为之前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内心非常担心 这段感情再次解体 别人会对她说三道四 然而这些因素 都使她不得不理智的 去面对是否要离婚的问题 而且郭女士 今年已经50岁 丈夫孙先生也57岁了 两人本身就是半路夫妻 所以郭女士不想 就这么轻易的 放弃这段情感 郭女士说自己是丈夫的第四任妻子 当初他们两个人还没认识的时候 丈夫就有过三段婚姻 而且丈夫还和郭女士说过之前三段婚姻解体 并不是她的过错 那么为什么郭女士看到了视频以后 还愿意继续这段婚姻呢 是因为他们抗力情深 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契约呢 然后她说不离我女儿那天我们仨在家来 然后我女儿说那个 如果要是不离那了 说让我爸那个写个保证书 就说你和我跟谁联系 那个如何如何 这当时是我女儿写的嘛 然后她签的字 后来我们 我说就算了 这事就翻篇了 简单看一下这七条 一是不准于外面的任何女性 有不正当行为 第二存款必须透明 也就是说家里的存款情况 其实你是不太清楚的 不太清楚 三是分担家务 看来先生在家是不做什么 什么都不干 第四 不允许要挟是指你对吗 对 不能有家暴行为 对 之前有过家暴行为吗 有过 有过 对 打过你啊 打过 他打我一下 我觉得这个好像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害怕以后 他最主要的问题 他就是软暴力 怎么叫软暴力 他口同说我早晚弄死你 早晚弄死你 所以你会害怕 对对对 然后第五 我自己脾气要改 第六 暂时分床睡 对 第七 以后家里有任何事情相互商量 对 如果以上各条做不到就离婚 对 那所以因为有了这个承诺书 所以你决定不离婚 对 然后我决定了 离婚是假离婚 付了没多长时间吧 我就觉得 我看见他手机 然后有 有一个 跟我同事聊天的 聊天记录 然后 又出现了承诺书上 对 要求没做到的事情 对 在我意料之中 他跟他聊天 他把他的微信号给改了 还有 他能说差了呢 因为他本身那个人 我们俩都认识 但正好 那个 我们那个同事吧 就上我们家去了 也特别巧 我就 我就看他手机一闪一闪的 我感觉好像 那里 不是微信 就是短信 我就拿起来了 我一看 就是正好 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 跟他聊天 后来我就 就因为那个 我说 我说 不知道 你跟他聊 你怎么还跟他聊 我说 你还给改名 我说 咱们俩一块过日子 你不觉得累吗 我说 这点事 你都防着我 就你那查 就是到底谁对谁错 我说 是不是 你说你都费尽心机了 我说 你都把名给改了 我说 真的 他挺聪明的 我都不会 所以在这儿 我特别想先 连线一下先生 先生 你好 第一次妻子 发现你这个 跟其他女性的 亲密视频的时候 这个事情你是 承认的是吗 是 那现在 妻子又发现 你跟其他女性聊天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没了 没了 都是人家给我 就发个微信 就问我一句 干啥呢 我也没有回 他为什么要改名 改名字呢 改名字开始 我就是一储存 那个微信 就改的名 这个你认同吗 我不认同 因为他 他跟别人打电话 他也删 信息也删 然后微信也还是删 他从来一个都不在留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删掉呢 你是怕妻子看到吗 有的删 有的不删 有的删 就是你觉得 什么是该删的呢 我讲 没用的 就删他 通过这件事 我就是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 逼着他 我说不行 咱俩这样过日了 你不觉得累 我都觉得累 我说你什么都背着我 什么都防着我 我觉得这不是两个猴子 是不是 他什么都查了 然后我说不行 你也别累了 我也别累了 我说咱俩还是离了吧 他说离呀 你这我也不会跟你过了 我早就跟你过够了 哪有这么老是查的 然后我就想着 这句话 他也不是说过一回了 我说既然跟我过够了 那我也跟你过够了 我说咱俩就离呗 上午离的嘛 下午就找房了嘛 我说我搬出去 从那我离完了之后 他就哭得特别伤心 旁边他就求我 上午离 中午吃饭 就是连鼻青的眼泪的 他哭得特伤心 就这一天 他哭了好几回 哭了我妈又心软了 但我觉得 好像我这人心软嘛 就被他哭动了 他这一哭 我就没迈开这步 就说我说 你俩愿意复工就复去吧 我想再问一下 最不能接受的 可能就是跟身边的人 有一些爱没关系 就是您怎么会 让自己的朋友 闺蜜 跟您的丈夫 有机会在一块去认识 这点我也是 特别不能理解的地方 这个刚才我也想问 包括后来 就是说那个短信 是他的同事 对 就为什么你的先生 会跟你的好朋友 你的同事 都能建立起 这种亲密关系呢 我爸这样 可能也是他 他自己也有原因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同学 我同事嘛 就是没事 有时候我们 闲在了时候 我们经常出去玩去 开车 自由行 然后我们就 很容易就凑到一块 包括我们平时啊 就今天他请客 明天他请客 我们不是能聚在一块嘛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他那个 跟我闺蜜 后来我问他 他也说来了 就是因为他压力大 他在家打电话吧 我就是不太不太高兴 我因为他 他跟人打电话 在家骂人 我就跟他吵过两回 然后他觉得 我不支持他 他觉得就是 他压力大嘛 因为我 我我没安慰他 其实我安慰他了 我安慰他 他就是听不进去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我不安慰他 他找一个安慰对象 所以 找到你身边的人了 他找到我身边的人了 后来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禁地猜想 郭女士的丈夫 为什么会屡次有新的感情 而且对方还都是 妻子身边的朋友 这也让现场专家的心中 产生了很大的问号 而郭女士也因为 丈夫在外面 再一次有新的感情 提出了离婚 可是上午办的离婚手续 下午丈夫又恳求原谅 郭女士最终也因为心软 又一次的同意和好 但是没想到的是 办完复婚手续后 相同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 第二天我们俩就付去了 等付完婚 上午付的婚 等到晚上 付完婚了 我们俩就要买房 因为这房卖了 就要买房 他说那个 他拿起他手机 他说我这有288网 说那个你看看 这个这是哪个房源合适 我就刚拿过手机 有一分钟 在这个工夫呢 他那手机响了一下 别人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这信息真是这么写的 那个哥 你回家了吗 想 哎呀 是发我没理他 你 我就看了这个信息 我就说 我说这是谁 张病是谁 我说给你发的信息 张病 他说 估计不是真的人名吧 不是 是一个那个 复工 我这想的是代表 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 这不有病吗 这不 我就给他发信息 我一开始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不说 我就 反正我也没说好听 他不给他发信息 先生对这是什么说法 他啥也没说 当时 不吭说 嗯 我也先给人讨厌 我说你破坏人家庭嘛 然后他就回了一条 他说 你们俩都离婚了 他也不是你爷们 你也不是他媳妇 我就问他 我说他怎么知道 咱俩离婚的 嗯 是不是咱俩离婚 是假离婚的 他怎么知道的 一开始他不告诉我 我不可能跟他有别的事 这事我要问问先生了 啊 刚赴完婚 就又被妻子 发现这事 您怎么解释 那他别人给我发 也不是我让发的 我也跟他没事 那人家怎么知道 您离婚呢 如果不是您说的 难道是妻子说的 人家是在医院 住院 他在那是护工 就那几天认识的 那你就跟人说 您离婚了 不是 这事不是 有些话不能说 因为你这都会播放 他怎么知道的 当一个男性 去告诉一个女性 说我离婚了 或说我是单身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不是我告诉他的 不是您告诉他的 没事发一个想字 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明白 那我也不知道 为啥我不给他回电话 我让他回 昨天晚上还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回 全你回 他就没人敢给我打了 你刚才说给您发短信的这位女士知道你离婚不是您说的是吗 对 那我就奇怪了 那这个女士是从哪得知您离婚了呢 因为您头一天离婚第二天就复婚 然后时间只割了一天的时间 这位女士不是在民众局工作吧 如果这个只有几种可能性 一这位女士就在民众局工作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呢 她对于您非常的关心 基本上天天尾随您 跟着您 第三种可能性 您当时半女离婚手续以后 您就昭告天下了 哎呀不可能 这事没法解释 所以刚才在中间 为什么女士讲到他们去复婚的时候 我就笑了一下 我就在想 这个民政部门就是每天在工作的人 复婚证上可会有日期吧 对不对 对 那昨天离的婚 今天又来复婚 然后上个月离的婚 刚复完婚 下个月又去离婚 可能当时离婚就是头脑一热就离了 我很直接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您把婚姻当成了儿戏 对啊 其实我不说您的过去的婚姻史吧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段婚姻来说 几次离几次合 然后刚离完之后呢 刚合完之后 又有这样的一些短信和视频 我觉得婚姻的基本就是不能背叛吧 积一点点的信任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当儿戏了 其实我听到这儿说 我挺震惊的 而且挺诧异的 对 他就说 你这事都是我 都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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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你 为什么呀 为什么赖我 就是因为我看见他手机看见了吗 如果我不看见就啥事都没有 还是这儿 他那意思就是都赖你 我说你为什么人家给你发信息 赖我呢 对啊 我说那个人家给你发 他不是给我发的 这点我不认识 我都没看见 我都没看见 为什么要赖我 他说也不赖他 也不赖他 他说不赖他 就赖你 我再问问先生 这一次啊 刚才我同样的问题问过你 你说是为了这个啊 解释缓解 这次可是您主动把手机 递到妻子手里 让他查关于这个房子的信息的时候 哎 短信来了 怎么又赖妻子了 那应该赖您把手机给妻子啊 就是这个短信的事 我一句话两句话 跟你解释不清楚 当然我也得上台上跟你说一下 这个也不能够怨您的太太 也不能怨您 怨谁的 怨手机 要没手机 那怎么能看到呢 您的逻辑是不是应该这样推理呢 当主持人问先生 是否和这位女士有过联系的时候 先生一直强调的是 他跟这个女人没有关系 是这个人主动与他联系的 而且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是纯洁的 听到丈夫的解释 郭女士内心中根本不相信丈夫是清白的 因为这次事件之后 他又看到了两条更加肯定丈夫 和这位女士有关系的信息 第一条是这么写的 哥你错了 我是真心实意喜欢你 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好 那个人好不如心好 第二条是钱都我给忘了 到最后我说 你意思是哥哭了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哥你千万别不理我 然后我一看 哥这个哭真是个杀手锏 嗯 你跟他对付过似乎 那没 可能啊 当时我看了这两条信息 我说你不是没理他吗 你不是说你没给他打电话吗 我没回答 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发 他一这样发就证明你给他打电话了呀 而且至少两个人是有沟通有交流的 对呀 他不承认 那就是打过几回电话 他就一直赖我 就赖你 我告诉你 你就这样吧 我早晚我又弄死你了 早晚我不让你好死 就是要不我给你毁容 就这样 就吓唬你 就吓唬你 是吗 就吓唬我 所以 就通过这件事了之后 那天我就 我也心里特别难受嘛 我说你都快逼死我了 我说我有什么错呀 你张嘴弄死我 闭嘴弄死我的 我说你给我说说我哪儿不对了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他什么活都没干过 我跟你说 他什么都没干过 从哪儿 长得那儿就什么都没干过 就连最简单的 咱们刷完牙那个 牙缸上的那个 那一会儿 他都没管过 他甚至他那剪牙 就放在这杯子里头 泡完牙那水 我都觉得跪不去了 哎呦 他都不倒 都是每次都我去给他倒 从来都没 啥活都没干过 包括裤衩袜子 他从来都没洗过 饭没做过 碗没刷过 就哪儿都没跪着过 他吃饭的时候 我跟你说 他就是吃鱼肉的时候 我都把那鱼刺 给他剔下了 我妈就这样 给他把那肉给他 吃排骨的时候 把骨子给剔下了 把肉给他 我说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我照顾你 照顾的我也不至了 我说穿衣服 只要是出去一个 小小的尝试 我让他穿的 挺体面的 你们是08年在一起 对 有8年的时间了 我说我不知道你 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说就是 这件事我认为不是我的错 是吧 我说你为什么还要说 弄死我 整天说弄死我 不让我 不让我那个好好活着 我觉得是他自己 灌出来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介意的是先生 一二再三二三的 对婚姻的背叛 还是在意的是 先生说了这样子 让你觉得害怕的话 第一他那个 他背叛我 我就是 我觉得在我心里的 有阴影 第二呢 他就是威胁我 嗯 他威胁我 对 让我特别害怕 我觉得 所以现在你是不敢提 离婚是吗 我真的不敢 我只能说 现在这事 他愿意离就离婚 愿意离拉倒 这位女士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就是你个人认为 你的先生是 如下三种情况的 哪一种 比方说第一种啊 就是丈夫是 贾宝玉行人格 就是他老认为 自己碰上了 林妹妹 就哪怕你的闺蜜 也是他的林妹妹 就是多情 就是感情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说他人品有问题 三观不正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不端正 是这样的人 就是人品有问题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是说他会不会 有一些心理疾病 就是说跟异性油染 有成瘾症状 就是说你个人认为 他是哪一种情况 当然了 从他前面说的 你不看我的手机 不就没事了吗 显然这个人的 归因系统 是外归因系统 那这种人通常是自私的 就是自己出了错 全都归到别人头上 那就是这三种情况 你个人认为是哪一种 刚才我觉得我说 贾宝玉行人格 说你似乎在点头 对 第一种吧 他也有 但是您说的最后一种 他心里也有问题 我觉得他心里也有问题 那你不承认第二种是吗 就是人品啊 三观啊 这个 你觉得没那么严重是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反正我就觉得 现在从他干那活之后 到现在 我觉得他心里有病 特别严重 他挺有女人缘的吧 我感觉 我是这样来看 就是因为爱是一个双向的 他不是说他爱别人就可以了 那么他是什么吸引力 让那么多人愿意接触他 包括您在内 您觉得他身上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我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人挺实在的 就是在 实在 说明哪了 就是他以前那个 他的婚姻状况 他一点没有隐瞒 他都告诉我了 第一任怎么回事 第二任第三任 就是都是 在之前经历都告诉你 对 对我们俩就跟聊天似的 一开始 就是他什么都都跟我说 我也 我觉得好像 就有些事 有有有好多东西 我都做不到的 就是这就是 西伯尔跟别人说 他就他就能跟我 您觉得是他的坦率 进了您 坦诚 对 就是我觉得 对 就是这一点 一般而言 就是说 我们有一次婚姻 当时可能比较年轻 二十多岁 看走眼了 之后两个人性格不合 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分手了 再之后我们进入第二次婚姻 这个似乎还可以理解 但是他已经不是一次 也不是两次 那么当这样跟您谈的时候 也就是他如实地把过去的经历 告诉您 您那没有打一个问号吗 为什么会这样 路完这我俩过不了 你看着吧 你别管 你听着吧 咱俩甭说话 没有 我觉得那会儿 好像本身我的婚姻 也不是特别幸福吗 所以说他跟我说 跟我所有的事 我也跟他说 我们俩就是挺谈的来的 我觉得 不过这位女士 您认为您的这个先生 对您很坦诚 在认识您之初 就讲了他之前的三段的婚史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他在给您讲三段婚史的时候 是不是有没有跟您说 这三段婚姻的解体 都是别人的过错 他很可怜 他是这样描述的吗 有这样描述吗 他跟我说 就是他肯定他自己有问题 也有问题 他不可能穿上别人的问题 他有说他自己有什么问题吗 他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什么 他就说话 他不顾别人的感受 他这么跟我说 他说虽然我跟这其他的几位都离婚了 现在这几个都争着垫着回了呢 你看我跟你讲 这就是问题 他这句话就是表现什么呢 他很好 别人都舍不得放手 所以说您当时就是被他这样的描述 是不是吸引了您 所以呢 你看在之后啊 我们大家都非常有疑问的说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了这样突破底线的情况 您仍然能够接受他 这我不应该录了 此时观察师里的丈夫开始拒绝继续录制 直接起身 冲出观察师准备离开 其实在前期采访时 编导就发现先生是一个脾气极其暴躁的人 但编导依旧苦口婆心的对他进行疏导 而孙先生却说 场上的专家老师听完妻子的讲述 一定会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 而且大家也会劝解妻子与他离婚的 如果想要他继续录制的话 那么他必须现在就要上台 他说的没大毛病 就是你们二位说的有毛病 他们说的没毛病 怎么有毛病您来说说 什么我是一个不可救药什么就是这意思吧 什么道德了 这是什么呀 我道德怎么 这是您陈述您的关键 您说没关系 你说你不能说我道德败坏吗 没有人用这个词先生 我听是那个意思 后来我就出去了 我说我走了 他又给我叫活了 他对您这样说话吗 这么说 来先生 您可能没听全 我们的意思是说 您看 您应该是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比方说能自拍 你说了你说你就几次离几次婚姻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没听见呢 那您对婚姻怎么看呢先生 我为了保持这种婚姻 我跟他我还说了呢 我说不上这来晚了 一块我好好过 既然要是来了 就可能你们给解释到过不了 因为是这样啊 是妻子打电话求助到我们节目 是他觉得很害怕 嗯 他我也跟他解释 这俩人吵架 俩人吵架什么都说 他总说吵架的时候什么都说 那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是根源所在 视频有那回事 对啊 您不能说 我做了一件错事 这事我承认这是错 我有天大的理由 就是说你理由再正确 除了这事 也是一个道德上的事 但是说这事 我不是说为自己推脱 这事多了 难道我人就不可救药 那这位先生 我想直接问一下 您是想好好过日子是吧 是啊 是吧 那您觉得您的这种做法 接二连三 您觉得是想不好好好过日子 没有接二连三 那那些暧昧短信 是不是您您收到的呢 是 是不是 那我就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辩驳了吧 怎么 那他就给我发了 我怎么爱我什么呀 你如果没有招惹对方 对方怎么不跟你发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 看病人的时候 认识了 就几天 我觉得首先来说 大家都有个很诚恳态度 因为今天你 我就 所以说没有必要对老师那样说话你知道吗 就你们二位说这个 不是 来来来先生 您别绕开这个话题 我们 来来来来 这样啊 您必须来直面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 可辉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成年人 对不对 既然 都是成年人 那我们知道 如果您和一个女性 没有一些交流 或者沟通的话 一个女性不会和 比方说 肯定有 对啊 所以他给您发的那些短信 其实在那个视频的基础上 后续的刺激到了您的妻子 他就想了 以前那事啊 已经过去了 又出现这种事 那肯定 要是说 以前没有以前那个事 就出现这事 他连想都不想 他有以前那事 可以说 就说 好像他就觉得有点严重 您不觉得严重吗 就说 他就看了一个短信 他都无所谓 您认为 如果没有那个视频 只有这个短信 您认为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您认为 就是一个异性 给您发了一条短信 说最后一个字是想的吗 不是 不是 他后来还有两条 你把它重复一遍 是哥什么 你再 你回家了吗 想 再来说 后面两条短信啊 在他们复婚之后 嗯 又说这个 哥你别哭什么 你不要离开 我们现场 你看好几位女性 年轻的也有啊 这个年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就如果 好 我们不提前面的视频 假设看到自己的先生 手机上有这样的短信 什么 你别哭 我是真想和你好 你不要不理我 我是什么什么 这样的短信 你们能接受吗 或是会看一眼 觉得哎 没什么 就会放假的 我觉得如果我看到 这样的短信 我一定会想到 一连串的故事 它不可能只是 这一条短信 它肯定有一个前因 也有一个后果 为什么有这样一条短信出现呢 肯定是因为前边有沟通 对吧 或者说 有过信息的一些交流 对 绝对不会是简单的说 普通朋友之间那种 谁会把跟普通朋友发短信 哥我想你了 我说呀 这短信不叫错 我就这么想了 他给我发了这短信 我也很生气 我说你给他打回去 结果他就给打回去了 打回去了 一说话呢 他是女的 他就给挂了 挂了以后 这是你自己说你怎么办 我听简单的说吧 就把你骂的狗血分头 是不是你让我骂 你说你过时间骂他 先生我们想跟您说啊 您一直在强调 可能这个短信没什么事 或者打这个电话 您也觉得没什么错 对不对 您刚刚一直在强调 但是您会发现 讨论到这儿 至少我们目前 现在这么多人 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女人来说 对于妻子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 就您的标准 和您的妻子的标准 现在不一致 您明白吗 所以这件事情 女儿知道吗 知道 刚开始她不知道 因为我跟她闹过这两次 我觉得我现在私里 有的那叫什么症 就是我就是多疑 多疑我比较 以前我不怎么看她手机 就是那几年 我根本就不看她手机 通过我看了那个之后 现在我就老想看她手机 后来有一次 这是我跟我的 就是她发微信的那个 那个朋友出去吃饭 在一块吃饭 然后我们一块回来 回来 分开 我跟她分开 有半个小时吧 然后我就回家了 她没在家 我就问我女儿 我说你爸呢 她说我爸出去了 我说出去多长时间 她说半个小时 二十多分钟 我还心跳 怎么这么巧呢 因为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看见她那个玩手机 她一看我看她手机的时候 她一下子给翻过去了 就是有一点小时 可能就怀疑她 您就其实这个时候 您特别敏感 对不对 对我特别敏感 然后那个 我就给她打电话 她手机是 说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我打了两回 都是已关机 我就出去了 我说哪去了 我说不行 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那女的也没接 在这个当中 我再给她打电话 就这电话就通了 然后我就怀疑了 我说我刚刚跟她 分开半个小时 她也出去半个小时 为什么我打她电话 那什么呢 就是关机呢 是不是 那个又跟她 大吵了一架 正好你看我女儿在家 她说她没跟她在一块 说电视局的毛病 我爸就说 她没关机 她在给别人打电话 郭女士自从发现了 丈夫和其他的女人 联系的比较密切 之后便对丈夫 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 而且现在 无论先生做什么事情 郭女士都会猜疑 并且总会翻看 丈夫的手机 但是对于这一点 先生和我们说 她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她已经保证 不会在发生之前的 那些事情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 怀疑您真的跟这个 女性之间发这些短信 就一定代表了什么 但是您会发现 上次的视频事件之后 到现在 其实刚才妻子自己也说 她现在多疑 对 看到你的手机闪 看到你出门 她就会担心 这个是最关键的 其实我 她这个编导 我们翻来覆去的 就说来与不来 就说这个 解决 双方的问题 就说 刚才您问这点问题 怎么解决 说我 我只能说我 我不会办这事 说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呢 刚好是 王健一老师在这 这个我也让 问问你 我是不是 心里头有毛病 其实我也怀疑她有错 这个 这怎么说呢 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承认我 我这个出轨 这叫说好听的 叫出轨 绝对是错误的 原来我可以这样说 我说话杀得不大 谁说我杀我都不认 我是一个挺顾 这个事业的人 我包括对他的家人 我敢说 你们可能有钱的人 能办到 我没钱的情况 你问我给他家花多少钱 我敢说 我一分钱不花 我能不能全给他家花 就包括我那孩子 包括他那孩子 这一点我就 真的 我认同我自己 今天饭都吃不上 我敢把钱都给他家花 就是他对我 我女儿也特别好 对我挺好的 就是对我们 我的家人 像我弟弟 我姐 我侄女都特别好 我在没跟他认识 以前呢 说钱上的 我没发过照顾 比咱们比有钱都不行 就是从来没给人借过钱 从来没缺过钱 为啥我没有钱 我敢给他们家花这么多钱 我想 我想挣的钱挺容易的 结果没想到 这几年挣才这么不容易 我这几年一直都没挣出来 而且还赔了不少钱 赔了把房子都卖了 虽然他特别自卑 在家庭生活中 在今天这个场地呢 我觉得你们俩更要学会沟通 就现在你们俩信任 已经没有基础了 这种婚姻挺可怕的 不在于说不相爱 不在于说 你们俩不能过 你比方妻子说 她这人很好 是吧 然后呢 她能给我们家帮助 花钱什么的 丈夫也认为 你看我这人 我能够怎么怎么样 我给他们家 怎么怎么样 其实妻子这么隐忍 和你一定有这些优点有关 否则的话 你说她图什么呀 对不对 那您呢 虽然说出了很多问题 但您现在还愿意 对妻子不离不弃 那也说明您 还是有愿意 过下去的这样良好愿望 所以你们俩能不能学会 重新建立信任沟通 对 先生今天来现场 最初的目的是 想挽回这段婚姻 但是他的心中 其实也是有过 想离婚的念头 从小到大 都比较爱面子的她 无法接受妻子 什么事情都和女儿讲 特别是女儿 还见到过之前的视频 这让孙先生觉得 很没有面子 自从与妻子结婚开始 先生就把这个女儿 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抚养 但是女儿至今 却跟着母亲一起指责自己 这让她根本不能接受 而今天女儿 也来到了节目现场 那么她对于父母之间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 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女士一直在说 我女儿 我女儿 这个是等于是 你前一段婚姻 把女儿 然后带过来的 是吗 共同生活在一起 对 女儿 现在出了这些事情 我发现 不管是第一次视频也好 包括最近的电话连线也好 女儿都在身边 女儿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她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不能接受 因为今天女儿也来到现场 然后我想问问先生 您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有没有影响到 您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那次就是我俩 就是跟那单导说 我说我就 我就不跟她一步 嗯 我说你这事 你让闺女知道 我说你要知道了 我将来在她的心目中 没有地位 嗯 原来 可以说我的地位 超过她的亲爹 是那么上百倍 嗯 这我说那没有地位 我跟你过得也没大劲 嗯 后来她说那怎么 我说去门她得 或者是 我也从她的表现上 我就能看 后来 可能是她跟她说了吧 这门就叫爸 就跟以前一样 还能聊 她不就过去了 她必须是个孩子 嗯 女儿今年二十几岁了 二十四 二十四岁 今天女儿也来了 我们跟女儿连线一下啊 你好 你好 嗯 今天和爸爸妈妈 一起来这儿啊 其实能感觉出来 妈妈还是挺在意爸爸的 然后爸爸也非常在意 这段婚姻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不愉快 你也看到了 我想问问 你是什么感觉 他们俩这事 已经不是一次了吗 已经闹了好几次 因为第一次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个事 我还比较伤心 然后呢 第二次 第三次 我就觉得 这俩人肯定没什么事 就是我还是尊重我妈的选择吧 嗯 那你觉得 妈妈可能今天来我们这儿 或是她这一段时间 这个想法 是可能过一阵就过去了呢 还是妈妈这次真的下定决心 你了解妈妈的想法吗 她可能真的下定决心了吧 因为之前 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可能这次 因为我觉得就是 既然来这儿想解决这个问题嘛 如果就是说 俩人真的过不下去了 可能当时也就离婚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俩人都有感情 真的还想继续过下去 我所以才来这儿解决这件事了 嗯 那你为什么又会觉得 妈妈可能下定决心了 那证明至少妈妈心里还有犹豫 就是来这儿就希望就是说 让我爸就是证实他自己的错误吧 因为他就是 我听了也他可能 也承认他自己出轨的事 他也觉得这是他的错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包括他收这些短信 我觉得这些也是他的错误 嗯 不能说就是别人给他发短信 这就跟他没关系了 你要不招惹他 人家肯定也不会招惹你 嗯 这个是相互的 我就希望就是说 双方谁都有错误 就是证实一下 自己的错误 就是说日子要是能过的话 还继续过 我们跟女儿连线完了以后 我觉得女儿其实态度很公正 她没有说你们谁好 或是谁不好之类的话 但女儿说就是 希望你们二位好好沟通 就这件事情上 我倒是真的希望啊 先问问女士啊 二位能不能互相看一下 就是上了场之后 女士的背就一直是 就是脸朝着我们大屏幕 先生呢 您也始终没往这转过脸 一直是对着我们的专家 就如果二位真的是还想过下去的话 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对的 我先问问女士 你现在有什么顾虑吗 或是你有什么担心 或者你有什么想让我们专家 去跟您先生沟通的 您可以说 今天中午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要是上镜之后 就是我们俩必须离婚 然后我要如果要必须离婚 他必须把我鼻子给割掉了 然后今天他中午他是这么说的 跟我说的挺那什么的 我说你为什么呀 我说你凭什么呀 然后我说那你那你为什么我 那天我跟你离婚了 我要搬出去 为什么你喊着我呀 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觉得我的命比你命之前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他说我不愿意两歪举双 包括我在家 他就跟我说 说你妈要怎么怎么着了 就是我干的 今天中午他才跟我说的这一句 今天我就是在这个节目 我也想让咱们在座的专家呀 或者问问他 就是说那个对我 就是还有感觉 跟你为啥说 我开始出轨这事啊 就是就我们两家也都不来 也都互相来 他今天上我们家玩牌去 其实怎么说呢 我跟我老师说的意思 这个事肯定是我错了 这是这个 你说出天大的理由 我跟他这种关系不像 就说像某些的说第三者插足 恨不得媳妇都不理 也不着家 也不顾家 就跟第三者 瞒着妻子 我这种情况 就是说跟他别人的第三者插足 那种联系方法不一样 您认为不一样 对于女性来说 她是一样的 她有理解 我跟你说了 她突然到这说了 她理解 完了这事 她一说 我也说我错了 这个后来她也说 她说我执名牙里大 也不是现场 丈夫似乎依然在给自己的过错 找着一些理由 但这样的理由实在难以让人理解 嘴上说自己是犯错了 但从态度上 主持人依然觉得 丈夫没有清楚地认知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而观察室中青年说嘉宾可辉 也跟妻子郭女士进行着一番沟通 对于丈夫的认错态度和对未来的打算 她究竟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 刚才丈夫也一直在承认错误 您觉得她的承认错误 您能接受 她一直就承认错误 我觉得都是表面上 不是从她心里认为 哦这是确实是我正不对 这次她承认错误了 会不会给她个机会 或者是觉得这次是真的呢 为什么你说是表面的呢 因为这个视频 我没告诉她 看到这视频了 这个期间 我跟她聊了几次 她不承认 她就是说我 我冤枉她 她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 她说的就是 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情况 我就是相信她没有这么回事 所以说导致我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不相信她是坏 因为她一直就是坏坏 但是先生 她现在已经不信任你 您没发现吗 她忍着不着说 说让你们给她 说通她 怎么让她信任我 就来的目的就是这个 你想让我们说通她 让她来信任你 她也说 她也是这么说的 她也没有这么说 她刚才的话是说 咱们干什么都就有目的 来来来 现在您听我重复一下 她的原话 我刚才为什么让她下去 我说我们几位专家 老师跟您聊聊 您妻子的原话是说 今天中午谈 其实她本来也没决定 一定要来节目 但跟您谈的结果是 您说 这个 我的命比你的命值钱 我不想两败俱伤 然后还说了一些 不太好听的话 要来 所以她认为 您不在乎她了 十二点了 她都说不来了 我在没上台之前 她也说过 你们问她 是不是她有家暴 后来她解释说 这个倒无所谓 是不是 对 这个是她说 她也跟我说 你打我 两个不可能使 你说的话又是什么 毁容了 又是什么 你只能说吵架 说 我发现 先生还是不觉得 这个事很重要 或是很严重 就是她吵架架 我都说 我说 你能不能小点声说 我说你小点声 你骂我都行 我不愿意让 都能有声听着 含什么 他自己也说了 脾气急 事实上太大 他们 别的小区都能听着 那你谁受得了 所以您就也控制不住 也会说一些 吓唬她的话 是吗 我当时我和我 掐死的心头有 这真的 我最烦那个 就人女人说话 咱就说 拿这个王家姨老师 说话 这声点 你们他吵架 他也不识大气 真的 真的 听了就跟炸心似的 这个 您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吗 说过 台上的先生 而且在外面 有了新的情感 我跟那个 所以妻子 你还劝我 我出过一个车祸 撞一人 把人给撞成 飞出十多米 我认为当时就死了 把人给撞飞了 我这车也跑马路底下了 那就赶上 就是一个平地儿 要是一个大深沟 或者一个大处 我没有今天 你问他安悦过我吗 我吵架 我妈第一个想法 就是怪他 我开始 我没敢干 我心里都难受 真的 我开这么多年车 我没出过事 我真是哆嗦 不到时候走不了 后来我打电话 回去让这些哥们 开始把我结婚了 我倒了都不好 因为我没经历过这事 我也后怕了 后来就抢救了 半年多 一年了 实际上是挺长时间 没死 但是在这个事情过程中 你认为妻子 其实没有安慰你 或是去理解 是吧 我都没敢跟他说 我跟那孩子说 我觉得这件事 说实话 如果是翻了在我身上 我可能第一个 反而也是怪他 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 妻子 老是问 那车子还不回来 因为这是老是 老是问女儿咋架 我说我才没死了 那天要断树 我就死了 或者在我大深沟里头 那就死了 我捡头命 因为这个事 我没说诉苦 我跟那个 就是他那个 我这人跟他诉苦 他可能就在我妈上 他得不到安慰了 他觉得这是 他出轨的一个理由 我跟他老是聊天 聊天 我说你能不能 跟我处理他 他不出来 那女的是冤枉 我强逼我他出来 他在跟上班 我说你要描不出来 我上上班 我找你去 我一捣乱 要钱要不来 是出了这车祸了 我这着急 没管 我就你跟谁说 没有任何人能说 因为以前我们关系不错 等于在这个时候 然后你通过这位女士 来让你的心里的各种 不管是药账也好 出车祸的这种压力也好 也没说真正说 我闻闻我有病 只能说 有一种皮肤的接触 然后您觉得 这个可以让您 跟他去诉诉苦 说说话 放松放松 是吗 是 我说的这个事 我跟你老师说的这意思 我承认我是不对的 是不是我的心里 就有变化 你要说我这人就是 你就是这个 道德上的问题 我也不用解释了 这时候 你就不用说 我也往下 我也不会做的 我是这么想 就是信任也是需要 一个人去建立的 我让我的爱人 信任我的话 我会做到让他信任我 是不是 您现在觉得 嘴上说我错了 但是您怕以后的 行动当中会出问题 他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他说 他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 这类似的事 肯定他不会再做 对不起我的事了 可是呢 又有给他发信息的了 而且是在 我跟他第二次复婚的当天 又发生了这类事 然后他以后让我睁着眼闭着眼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 都哪方面我要睁着眼闭着眼 就是说 我说这个看手机的意思 我说你不看 我也不会跟他有联系 他也知道错了 我也知道错了 你看啊 是这样是先生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 其实大家都有压力 对不对 就是而且这两年生意不好做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说啊 但是呢 因为生意不好做也好 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 出现了导致夫妻矛盾的 您肯定不是唯独的一例啊 但是现在你们的信任感 确实 而且您始终在强调 我即便是和他有那样的视频 我们也没有真的做什么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夫妻之间的情感就是这样 一代信任的这个基础 出现裂痕了 那我就问你 那这信任 所以我让各位老师跟您聊 你们跟我说 我是做事让他 我怎么做让他信任 还是你 你们怎么劝他让他信任 我想知道 您现在的想法 就是您内心当中 现在是想过 还是不想过 我就不想让他过 从心里不想 是 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爱情了 没有感情了是吗 你不信任他 不信任他 观察室中妻子表示 不愿意再给丈夫 继续过下去了 虽然心里依然有很多牵绊 但信任的崩塌 让他对婚姻看不到希望了 然而丈夫却也表达出了一些 对妻子的不满 他觉得妻子在自己 事业和生活上 都不能很好的理解 所以才导致他情感走向上 出现了偏长 他甚至怀疑自己 出现了心理问题 那么对于丈夫的困惑 心理专家王健一老师 又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那么根据您的年龄 还有就是男性的心理呢 我愿意做这样的分析 就是说您58岁的年龄 也是男人的那更年期要到来 早一点的人 就已经开始更年期了 那这个时候男人的自信心 其实是下降的 其中包括 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是 对事业的这种发展能力 产生怀疑 容易出现瓶颈 因为你想这个年龄很尴尬 再往前干吧 好像也快退休了 不干吧 自己又有一身的这个经验 一辈子的经验 所以容易出现事业的瓶颈 就是到了这样的年龄呢 你说说老吗 不老 说年轻吗 不再年轻 所以说呢 刚才您老反复说的 您身体的状况 可能也跟这种恐惧的心理有关 其实很多事情越顺其自然 可能就越没有事 但如果我们特别想证明自己 或特别想 就是说超乎寻常的 比方别人到这个年龄了 可能什么什么都不行了 然后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哎呀你看我还挺有心气的 所以说呢 男人总是想证明自己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可能想证明自己 又没有地方去证明自己 所以内心其实还是压抑着苦恼 所以说您呢 向身自己 好好剖析一下自己 就因为我们前面 已经谈了好多方面了 是吧 就是您自己去定义您自己 我觉得更准确 就如果说我们说 您就是什么什么样 第一事情本身不那么简单 第二呢 我觉得呢 可能也不见得符合 真正的事实 人自己最了解自己 是不是 所以呢 您可能会根据 我们每一个专家提出的视角 您自己可以 向身地问一问自己 是这样 就是一个大的应激事件 发生以后啊 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位先生 他的应激事件 他是一个 一直延续的应激事件 他不像说突然间出车祸 巴就知道结果了 比方说去世了 他也知道怎么办 而这个呢 不知道 在这个行进之中 可能持续了将近一年 那你去想想 你的压力 你即便不告诉你的妻子 他能够感受到你变了 好 也可能你不再关心他了 也可能你很愤怒 因为你觉得 你怎么不关心我 我出了这么大事 但别人根本不知道 好 那于是你可能 导向了另外一个人 好 因为你觉得 都比他温柔 而同时呢 可能你呼唤 那位女生的方式 是一个控制的 你赶紧必须出来啊 好 可能在这个控制的过程中 其实还得到了 很大的这种心理满足 再有呢 我们看到的 你的这个妻子 她呢 目前来讲 我觉得也带了一个 更年期的时候 是吧 五十岁左右 她自己说句心理话 也是冲突加冲突 她自己也摆不清 所以为什么 她有的时候 跟姐姐说 跟这个说 跟那个说啊 就因为她也不知道 怎么办 我觉得什么叫 坦诚相待 好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 可能都要 重新建立信任 其实一个男人 让女人能够最大的信任 是让她感觉到 足够爱 你让她感觉到越爱 越信任 为什么呢 你这么爱我 就不可能跟别人有 所以说我再去想 先生啊 如果说 咱们先不忙于 对自己所做出 这样的行为的解释 而是先去考虑 太太到底当中 受了多大的伤害 我想她跟您的沟通 不太一样了 对 为什么我这样讲啊 因为我清楚的记得 刚才您在场上 说太太说 你这 在这让我说 对 简单的是你说 什么让我说 所以说我想啊 您让太太 如果说 她发现您改变了 您开始软弱的 对她关心了 爱她了 这不就是信任之初吗 刚才我站在那的时候 您回头给妻子一句话 都把我吓一跳 就您厉害起来 也挺厉害的 先生 因为刚才真的 您上场之后 一直就冲着这边 我让您回个头 您也不回 您妻子就一直 对着我们的大屏幕 您两个人的这个状态 感觉特别不好啊 先生说 妻子现在动不动 就要翻看她的手机 甚至有时还翻看 钱包和衣兜 就连出门半个小时 也要打听去了哪里 先生觉得 两个人过日子 还要每天的互相猜疑 这种生活让她无法接受 所以她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专家 能劝说妻子 不要再这么疑神疑鬼 现场老师们 也根据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做出了合理的分析 认为他们之间的隔阂 是需要双方改变的 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在之前郭女士 下场的时候 青年说成员 可辉也跟了下去 与女士 做了一番交谈 那再次上场的客户 究竟会带来妻子 怎样的态度呢 刚才我下去了一趟 特别想单独的 跟这位女士 聊一聊心理话 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 对于他们 最首要的一个任务 或者他们今天来的 诉求是什么 对 其实就是过与不过的问题 刚才呢 我真的 我问妻子 发自内心的告诉我 你想不想过 她第一句回答就是 我不想过 我说为什么不想过 她说我不信任她 我说 是经过这几次的 这种风波之后 我不信任了吗 她说不是 她说 有的时候人可以犯错 没关系 但是犯完错之后 得有态度 我说态度 刚才先生也是道歉了呀 他觉得也完全可以 不犯了呀 她说不是 她我觉得 男士的认错态度 不诚恳 其实我觉得 各位老师也能听出来 我很冒昧地说一句 这位先生 就是我个人感觉也 就是您刚才的那种说 我是错了 但是我真心地觉得 您这话说的 有点随意了 您别往下说了 刚才说 愿意不愿意过了 这是前提 等会儿 这是第一个 他只要说不愿意过 我就更不愿意 但是后来的时候 我说 那个保证书 是什么时候写的呀 他说是 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写的 我说之前写过吗 没有 我说 之前不写 这次写完之后 我觉得在态度上 我觉得是 也许他这次 真的是认识到错误了 我说你这样的话 能不能给一次机会 这时候他犹豫了 他说 其实我内心当中 不是不想过 他我就怕 就是以后可能 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他这一次 能真的意识到了 他愿意给这个机会 这是第二个层次 所以听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他刚开始说不想过 只是瞬间觉得没有希望 先生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感受 其实一开始您上来 你很不开心 很着急 您的状态 我们都感觉出来了 先生我特别想说 我不管您信不信任我们 很多人来我们谁在说 包括我们这个节目 有十年 我不信任 我就不上这来了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但是您往往您内心的一些想法 和您表现出来的东西 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在那一刹那 您说那句话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好 不管是我们的法律也好 或是我们各位老师 您看现在十点钟了 在这坐着 相信你也等了很长时间 但是 我们在做努力的时候 您不能 好像有点玩世不恭 或是有点小开玩笑 就这种状态去给别人 这就是您妻子 为什么一直觉得 您道天不诚恳 就我们每个人 也是在很用心的 或者你即便 你在家预料好了 我今天来 可能各位老师 就要劝我好吗 因为我们各位老师 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我们不会拆散别人 对不对 如果一个家庭来这儿 我们看 这个先生有这个问题 妻子有这个问题 好 你们不合适 你们分的 那大家 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而且这位先生 我特别想说 刚才我没说完话的时候 您第一句听我说完 好 那就不过了 对 我真的觉得 您是来挽回婚姻的吗 我还没说完话呢 你说那好 那就不过了 您觉得您的态度诚恳吗 诚恳不诚恳在于他 不是 这个犯错是在于您 对呀 我承认错了 我也给他跪了 在我真的 我觉得这话挺冒昧的 我觉得一个人承认错了 先生您听我说 先生 您听我说一句话 承认错 我觉得不光是在嘴上说 我承认错 我这是错了 那您以后怎么去改这个错误呢 以后不会有这事了 我想跟你沟通一段话 因为您刚才在说的 叫做杀人不过头颈 其实那是 每一个人说犯了错误呢 都不一定说我犯的这个错误 就一定致死 这我记得是您说的话 是 但是您要知道的是 杀人不是道歉 就无罪了 该受到惩罚 是要受到惩罚 该受到训诫 是要受到训诫 当然 是不是能够缓刑 能够减刑 能够从轻呢 有可能 但是这种可能性 是建立在什么 毁罪 认罪 然后积极地去表现 但是说您这个事情 倒还不涉及到说犯罪 但是如果犯了错误 态度很重要 您刚才呢 是倾向于说 我这种情况 我知道不合适 对爱人呢 应该说还是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于是就找理由 是不是我心里问题啊 或者是不是我激素分泌的方面 跟别人不太一样呢 当然如果这样找的理由呢 可能我们就一下子就原谅您了 我们觉得 这个先生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今天录的其他的内容 那个先生查出重大疾病 所以他的性情大变 我们是可以理解 我们理解完了之后 关键是您要回家 还跟您的妻子一起生活 对吧 他能不能接受 如果他发现这是一种病 靠我的努力 我解决不了 这个时候他可能压力更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咱这是两个信息 一个信息就是 我们能理解的 您爱人可能要撤的 另外一个信息呢 我们觉得您有问题 您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属于 比如说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那怎么那么多人 人就问您这来了 咱是不是反思一下自己 是不是在那个语言方面 表述不合适 这样的话呢 妻子这边 我觉得还能跟您更抱团 那这样 我们就让妻子来现场 我们让妻子来现场 因为刚才各位老师 都跟先生沟通过 就是我们特别希望 先生这个时候 既然来到我们这儿 就肯定大家都会觉得 如果我们在家能沟通好 谁也不希望来这儿 解决问题 对不对 那您就再给妻子 在我们现场 这么大家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给妻子一份信心 我们肯定也会跟妻子 说一些话 那看那说啥吧 丈夫在台上一直说 看妻子的选择 但是妻子说 是否要继续这段婚姻 还要看丈夫的认错态度和行动 而双方这样的表现 似乎让正常的调节 陷入了循环的死圈当中 他们都说 要看对方怎么选择 而不说自己在这段婚姻中 该怎么去做 专家老师觉得 这正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问题所在 那么即将上场的妻子 到底会如何做最终的选择呢 我们今天其实所有老师 针对你们的情况去做分析 但是最后的选择权 其实是在两位之里 我们不会强迫两位 或是勉强两位做任何决定 所以我想跟你是说 因为先生刚才在场上的时候 其实说出来 他可能现在他的压力 他工作上的工程上的 包括可能出车祸的这个事情 他都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 我们刚才张嘉老师也分析了 两位现在可能处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包括其实两位身体上可能都处在 因为我们说年龄段 不仅是年龄上的变化 他身体上女性有磁性激素的变化 男性也有激素水平的变化 都有变化 包括女士刚才讲 他其实听你打电话要债的时候 他心脏不舒服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两位 更需要去理解对方 包括更多的去关心一下对方 他为什么现在变了 对不对 以前他是什么样 为什么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你打电话以前他不会在意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他听完不舒服 那为什么现在先生会脾气变得暴躁 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一下对方现在的改变了呢 能理解 先生也提到了 他现在觉得你缺少对他的关心 包括他出了车祸和要债的事情上 他其实是希望找人倾诉 就是我觉得他要债吧 我并不是反对他要债啊 就是我觉得他要债就是在家打电话 我挺害怕的 我本身我心脏不好 我觉得我特别特别不舒服 就是以前嘛 就因为这是我们也 我们俩也坐一块也聊过这事 就是你要债 我说你要不上来就要不上来了 做生意有赔有证 是吧 他骂人家 就是他骂那人的话 他连我一块骂 他正会就骂我 你说我 我怎么没开导你 我说这人 当时那围着 我跟他说过好几次了 我说这人我真现在 我真愿意他死了 得了 他死了我们家就能过消停日子了 人死的账烂了嘛 是不是 我现在我都跟他嫩着 我都愿意他死了 得了 我真的是希望二位啊 咱们抛却情绪的东西 更多的先从对方的身体变化上来理解 就这个时期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 其实变化都挺大的 其实你们俩上还都处在这个 就是刚才与彤说 都激素水平在波动的时期 其实夫妻俩处在同一时期 倒不是坏事 因为你们俩的年龄差 正好可能是 同处在这样一个生理期 可能会增加双方的了解 因为人同此期 你想想自己 我现在烦什么 我莫名其妙的烦什么 我为什么现在这么没有自信 我为什么现在那么难受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先生遇到的外部环境 其实你回到家小环境 等于你外部的环境 你还会带回来 是吧 然后妻子的心理环境 他其实也会反馈给先生 这个是夫妻之间的特点 那么我觉得你们俩 其实妻子是有感恩的精神的 先生可能还要多多再增加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是男人 男人我们多增加一点 对女性的感恩 没有坏处 就为自己老年 为自己和女儿的亲子关系 会铺垫一些好的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位妻子 各自相貌 体型 人品都不错 其实可能你永远在她的心里 她从来没跟你分开过 但你呢 没有体会到她这份爱 你可能更多的把这个当作 理所应当了 就是我伤害你 反正你也不会离开我 或者怎么样 其实好多男人犯的 都是这种错误 当他有的时候 幻然醒悟的时候 其实那个人 可能已经被我们伤透了心 都决定要转身了 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然后等我们想去追人家的时候呢 可能人家都已经不回头了 但是呢 妻子呢 还在这里等着你 对吧 她还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先生呢 您呢 不管说客观环境 或者您主观的生理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还是增加一点 对这位女士的感恩之心 然后把日子呢 好好的经营下去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是真的女人和男人的想法 不太一样啊 就是可能在先生这里 刚才就说了 以前我从来没缺过钱 就是什么事情 我都帮家里去办 突然这两年 就怎么这么难 然后甚至要卖房子 去还这个债 这个事情可能在先生心里 特别过不去 但是其实在女人心里啊 我觉得包括刚才 我们都能感受到 妻子刚才说那两句 然后难道我们能让钱 给急死吗 要不来 难道我们就成天吵架 发脾气吗 其实女人更在乎的是 先生您在家 是不是能开开心心的 包括你们家人 是不是能开开心心的 这个我也希望您 从这个角度能理解一下 您觉得呢 先生 听到先生所说的这一番话 我们可以感觉到 他已经没有了 之前的那种辩解 可能对专家老师说的话 听见了心中 看到这种情况 现场所有人 似乎对他们感情的修复 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此时观察室当中 一直不愿来到台上的女儿 我不可能上台 真的不想上台 却突然要求上场 那他想来到现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刚才我在台下 我也看着挺着急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他俩就是 来这节目之前 我在家的时候 其实你看 其实跟没吵架 没什么区别 因为我妈这人吵过去忘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 这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说他一直是存在的 就是说他一直是个导火线 就是可能随时一点 一点他就着了 所以我就是说 我一直也挺希望 他来这上解决一下 就是说来这解决一下 这问题 解解开 对 如果说能过的话 俩人就一起过 如果说不能过的话 就是离了可能 对大家都好 但是我的初衷 就是我还是希望 俩人好好的 但是我在底下 看我爸的态度呢 就是我希望 他能面对他自己的错误 就是说你有错 我妈都可以原谅 包括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我也这么大了 也不是小孩了 你包括你 就是以前做过什么 你都可以说出来 你都说出来了 我妈我妈才能相信你 我觉得才能建立一个 基本的一个信任关系 我爸可能并没有说出来 包括就是说 主持人问 我爸他并不承认 并不承认跟那女的 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他能 说一下他这些问题 我就希望他把事实说出来 我跟你那时也说了 你查那通信录 打过 根本就没有几回 我知道没有几回 但是就是说 我就是想让您承认 您肯定是跟他说些什么了 所以他才会给您发那样短信 我并不是说怪 我就是觉得 就是这件事 咱们说清楚了 就可以了 跟他可以说 什么事都没有 就包括那天 就是说我妈给他打电话 他说就是我爸说 他手机关机了 我承认就是说 可能这个移动或连通 可能会出现 我妈给他打电话 他这边说关机了 然后我爸那边说 正在他打电话呢 可能也会有 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呢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您看看 我爸你通话记录 就是您在给他打电话 之前他这段时间 有没有打电话 就是我妈说 他9点37给打的 然后9点37之前 我爸那手机 并没有通话记录 就是我觉得 你可能说 我可能手机就是关机了 我可能按到哪了 我关机了我不知道 我这个事 你问问你吗 我给这个10086打的电话 我怎么跟他说的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这个手机 我正在通话 别人给我打电话 别人的手机 显然是关机 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个 我给他说的严重性 我说我 我跟我爱人约定好了 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我要关机 我俩就自杀 要死了怎么办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了 我这是不是关机 后来 他说这事 我给你往上反 我说我敢保证 这天发誓没关机 就是通话 我觉得我是相信 那位先生 我也是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真的遇到过 是不是我就说 我没有说就是 我就希望他买这事 我没有这 我敢跟110 我并不是说 我说了这事有可能发生 因为我也是就是说 也毕竟90后 我知道这种事 经常用手机 我承认这种事会发生 但是我就希望 就是说 我爸有时候 做什么特别极端 就是他有话 不会好好说 明白 就是特别的暴躁 反正刚上来 你也感觉到 他跟专家 就是反正他就是 当时挺生气的 但可能跪一会儿 就没事了 但是我就希望 就是说 我跟我爸说 说以后您换手机号 您微信伤了 然后包括您手机的 你的手机号都不要留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说 从我爸那认识到 这个问题 他真的做错了 以后改了 我觉得我妈 是肯定会原谅他的 这样啊 这个信任 这个事情是这样 他们两个之间的信任 不是一天两天之间 突然一个事情 就破坏掉了 是前面的视频 包括后面啊 短信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 破坏掉的 所以这个信任的建立呢 也不是今天好 爸爸在这儿保证 这个或是写个什么 保证书就能去做到的 关于这个保证书 我也特别想问问霍律师啊 因为很多夫妻之间 特别喜欢出现一个 什么问题之后 写个保证书 什么借酒保证书 什么不晚归保证书 就保证书这类的东西 在夫妻之间怎么解读 整个意义上来讲 这是一个情感上的约束 对 比如说我保证 一定会戒酒戒烟 但是如果处犯了以后呢 说如果犯了 两个人就离婚 那到底最终要不要离婚 如果说两个人不同意 到人民法院 去起诉离婚的话 仍然要去看 两个人 是不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而不能够直接就依据 这样的一份保证书 就直接判决离婚 其实呢 我们说更愿意 用保证书的形式 其实是夫妻之间呢 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能够宣示自己 一定能够做到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是一种信任的缺失 对 就是只有当信任 缺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想到 夫妻之间 用这样的文字的表述 去保证自己 但是其实我刚才讲过 夫妻之间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爱的表情 就是当对方能够感觉到 足够的爱的时候 其实信任就开始建立了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还是感觉 保证书是提醒自己 千万别忘了 这保证书不是交给别人 说我犯了什么错 你来惩罚我 而是说我要时刻自律 这份保证书 应该是留在自己心里 给对方更多的承诺 这个承诺 不是挂在嘴上 而是通过行动 既然在之前 已经有了一些事件 让对方 对我们失去了信心 缺乏安全感 那好 我们就让对方 建立安全感 失去的东西 我再收回来 这才是最核心的 所以先生 您推测 今天可能会要 写一个保证书 看起来 所以是这样 其实我没有先问女士 是因为你首先 要让她感觉到 你真的 就像你在家里预判的 您真的在家里 预判好了 我要把这日子 过下去吗 如果您预判好了 或是您希望的是什么的话 其实您是一个 积极争取的人 那我要先看您的态度 您能说什么 能做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问您的妻子 她愿不愿意接受 您的这一份道歉也好 或是您的说法也好 就是我觉得 就刚才我在楼上 也看见我爸说的了 就是说 看我妈怎么说 看我妈怎么过 我觉得因为 这犯错误的事 是我爸 我觉得应该主要 就是说 就算我妈 就是不原谅您 但是您也应该 努力的会承认 自己的错误 我想真心跟你过日子 我以后我都改 以后我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是 您主动跟我妈说的 并不是说 你看我妈怎么说吧 这日子怎么过 她要不过就不过了 那她要不过了 就不过了 那为什么要上这来 我妈在家也说 她不想过了 那咱们上这来 没有意义 我也跟您说了 咱们上这 是解决问题来了 所以先生 您来表态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 表达都是希望 您主动争取 您是男士 刚才专家也都说了 所以我们更多的 希望您来 说一说您的想法 我的想法 既然上这来 还就是为了好好过 除了这事儿了 对你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要换我是女人 我都不会上这来 我就离婚了 可是呢 你既然想上这来 我也知道 就说还愿意晚会这段回事 我上这来 我更需要 为啥在家 离婚都离好了 说你要搬家 你有时候这个 好像人没分开 不觉得怎么着 这一分开 你还就真受不了 所以说我要不在乎你 这还不用解释 我非常在乎你 可以这样说吧 他这个人 跑着在吵架 什么呢 剩下就是对待人 心眼儿 过日子 没有比他强 真的 我父母 我父母也相当喜欢 他对我父母也好 但您来说一说 您说的那些不好听的话 这个咱们不说 一句不说了 尽量避免不说这句话 可能一点一点 说完了 后悔了 赶紧给你赔这道歉 就一点点 不就不说了 先生这番诚恳的话 跟之前似乎有种 敷衍的态度相比 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从先生最开始 来到现场 大家就能感觉到 他内心是不想离婚的 只不过是脾气 有些暴躁 爱面子的一个人 那么对于丈夫 发自内心的表达 妻子会有怎样的 回应与看法呢 是否也会做出 一定的改变 先生说完了这些话之后 您心里什么感觉 就是 我们俩这段时间 这么多年 他今天就是 第一次 也是态度最好的一次 跟我这样说话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他脾气 现在变得特别古怪 你比如说他指着我鼻子 我知道 到我面前指着我 马上就要挨到我的鼻子了 就说那时候饿很很的 所以您主要接受不了的是 先生的这个脾气 对 您这脾气 咱能稍微调整调整吗 可以吗 他说他有外遇吧 他有外遇吧 他是这么跟我说 他说他有外遇吧 没想跟我离婚 没想跟别人过日子 他想跟我一心一意的过日子 跟外的全是假的 你知道吗 包括前一阵他还干 只要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日子咱俩能过 先生这话您 您不能这么说 对这个事情 您跟女士做个解释 好不好 我就这意思 我说你别老是纠结这事 谁能不纠结 这事我以后不会出现了 我也不说 您可今天当着我们这么多人说的 虽然我们刚才解释了保证书的事 但是您可今天当着我们这么多人 自己跟自己说了 您说我跟他说 我们来有时候也沟通 就沟通不到三句 他就恼了 他就让我 还是让我说 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他说你咋不说了 让你说你咋不说 我说我跟你说什么 我跟你说你不爱听 我跟你说你说全是我的毛病 那这样我问问您女士 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信任感 一点一点建立 当先生说了这些话的时候 您感觉刚才告诉我们是舒服 对吗 如果先生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调整 您是不是也能开始慢慢的建立信任 包括您的这个情绪也会慢慢下来 肯定会 可以是吗 好 那这样啊 先生 我觉得希望您下一步有一个行动 您觉得妻子应该坐在哪了呢 这女士这看了在家干活干惯了 我说让男士搬凳子 自己搬着就过去了 您也不能老惯着他 女士 我特别想跟这位女士说 如果我们不爱自己 没有人爱你 跟这位先生结婚了这么多年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之前你也表达了 他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 那如果你能够任劳任怨 这不是问题 我就是一个勤快的女人 但是似乎呢 你有点不甘心 所以我特别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你也人过半百 开始能够爱自己 我干不了的 那可能现在先生也已经 不是那么频繁的工作了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所分工 这样的话呢 你没有抱怨 可能你的心情也就好了 另外我想跟那位先生说 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压力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压力 但是我特别希望 你能够找到一个健康的 解压的方式 比方说有人运动 有人常走 是吧 有人可能打个乒乓球 因为你这个年龄段 因为我们都差不多 打乒乓球 都是我们从小训练出来 打羽毛球 正确的方式的这种减压 可能会让你更年轻 更愉悦 所以我是觉得 这都是我们人生中 可能真的有过这么一个教训 特别希望您未来的日子 也可能二十年 也可能三十年 也可能四十年 我们特别希望 您能够走得越来越好 我特别想对女儿 说几句话 我理解你的心 因为妈妈嘛 是吧 因为我们爱母亲 又觉得是爸爸的错 所以我们肯定就是 偏向妈妈这边 去声讨爸爸 这都是人之常情 非常能理解 但是呢 我是特别希望你呢 过好你自己的日子 就是不掺和爸妈的事 因为你爸爸是一个高自尊的人 可能由于你的参与呢 他就更显得呢 就是内心受不了 知道错了呢 也得再停会儿 这就是好多男人都是这样的 尤其你父亲这种性格 所以呢 你呢 心里有感冲 是吧 谁对谁错 心里明白 然后呢 给予默默的支持 没有必要在态度上 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压你爸 你爸肯定是错了 而且今天 由于你妈妈 开始定调的时候 就起低了 所以我们也就 今天呢 也留了三分 然后爸爸呢 我觉得你呢 就是说 看在女儿的份上 真的也要 积极地调整起来 因为你想 您的这个情况 说实话 妻子 已经先弄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然后再搭上女儿吗 我觉得就太不值了 你看你女儿 也是很漂亮 是不是 您就看看旁边 又有娇妻 又有美丽的女儿 您这一辈子 您还求什么呀 我觉得已经应该 到了这个无欲无求 只有过好日子 这样一个所求的时候了 好不好 其实我可能还要先 跟先生说两句话 原谅的并不代表 他心中没有伤 其实您的这个事情 肯定是要给您的棋子 是有一些伤害 所以我希望 如果真的是我们 要重新建立出来 这些信任 真的您要用爱 去抚慰这个社 您要更加地去爱您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这一次的原谅 并不代表说 今后再重现 这样的情况 还会远 其实爱是不能去消耗 如果爱 就一点点地去消耗 爱的不厚 不是不爱 而是恨 所以我们希望 你们一家人 还能够相亲相爱 这到底怎样做呢 其实不用 更多的去 用诺言 去承诺 而是用自己的行动 我相信呢 您用行动 去让他们去 感受到您的改变 他们一定会 做到 我相信 一万句的承诺 可能都不如 一个拥抱 一个爱的拥抱 一个努力的拥抱 能够体现出 一个男人的责 所以 一点一点去找原来的那个感觉 去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好吗 我们一家安 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原本还赤目相对的一家人 最终选择了牵起对方的手 离开节目现场 其实人的一生都会犯错 有大有小 但是只要你愿意去承认与改正 就会有被原谅的机会 丈夫孙先生在台上 诚恳的态度 也最终打动了妻子和女孩 在节目录制后 先生说 他非常的感谢 栏目组给予的帮助 妻子也说 今后的生活 他也愿意慢慢的去相见丈夫 他们会共同努力 守护这个小家 是什么让他几度失控 甚至忘记到场的本来目的 探诚的背后令人生疑 这也是属于他的生活作风的问题 不按常理出牌 因为他说话 其实都是遮遮掩掩掩 在藏什么 不用常规手段 先问你一句 你不是怕家里在 住个女人做饭 或者跟老公 八年前发生了什么 至今仍在制造波澜 明晚十九点三十分 敬请收看 晚安 明晚十五点 感谢观看